在国平白镇东,张气科,马龙三大世界冠军,接连在于日本15岁神童张本志和的不利局面下,国际平流2018澳大利亚公开赛南大半决赛,国平奥运冠军取信4比2击败张本志和挺进。 难担决赛,真是痛快,而这场胜率是许欣继去年式拼赛和瑞典公开赛后的第三次灭掉日本神童,许欣也成为了国平对阵张本志和时的第一颗星,从2017德国杜赛尔多夫式拼赛许欣4比1轻松击败张本志和,到2017瑞典公开赛许欣1比3,落后联盘3局4比3战胜张本志和。 那时候的许欣对阵的实力也没有这么强大的张本志和,而2018年的国际比赛中,张本志和先后的亚洲杯和几战公开赛接连击败白阵东,张气科,马龙三大世界冠军,以及其他多名国平队员。 即便他在韩国公开赛,输给了国平小将梁静坤,张本志和也已经成为了日本男兵中对国平最致威胁的队员。 此次公开赛张本志和还是舒西的黄色运动装,还是舒西的一颖球思吼。 不过,当他面对许欣诗则有些胆怯,许欣11-5,11-8拿下第一局和第二局,第三局一开始,两人就开始精彩对决。 许欣被张本志和偷得几分1比6落后,大脑积极发挥缠斗精神,把比分追到了9比10。 张本志和教练仓导杨杰赶紧喊暂停,许欣才9-11输掉该局被张本志和搬回一局。 第四局,许欣加快进攻速度,取得11-5比分,第五局双方缠斗激烈,比分交替上升。 最后张本志和凭借着幸运球,许欣9-11输掉该局,大比分3-2领先,比赛进入第六局。 张本志和的嘶吼声少了许多,越发沉不住气,输球后还气氛的跺脚。 许欣一鼓作气11比7锁定胜局,张本志和气氛跺脚仍难逃二到四踩到许欣淘汰的命运。 国平大将许欣在2018中国和韩国两战公开赛,分别败给韩国林中旬和张宇珍,状态低迷,此次澳大利亚公开赛。 许欣在正赛用两个4比2,淘汰日本二猛将有颜大梦和上天人。 把强占许欣4-0弗朗西斯卡,在与半决赛4比2淘汰张本志和。 挺进决赛会是队友刘丁说,状态已复苏,而许欣三面日本神童的战绩,也使其成为张本志和的第一克星。 希望许欣和国平队员未来面对张本志和时能继续保持不败。